那么这是嵌入布局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下面呢讲第二个动态对象 第二种动态对象变量 变量 使用变量动态对象 可以在报表中输出过程值 或者吸动作的返回值 它的作用就是使用变量 可以输出这个过程值 或吸动作的返回值 这是它的作用 那我们插入一个变量的动态对象以后 然后呢它会弹出这个变量选择框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选择某一个变量 变量选择了以后呢 我们点击打印 打印出来呢 这里面呢就显示当前的这个变量的值 所以呢 它可以直接显示这个过程值 打印这个过程值 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 变量这种动态对象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返回一个C动作的值 我们取消这个我们在这里呢不选变量 取消它 取消它以后呢我们双击这个对象的这个呃变量这个对象 弹出那个属性呢它有一个计算的属性 啊有个计算的属性 计算的属性呢我们打开新计算的属性以后呢 呃它有个编辑计算脚本 我们选择创建脚本 然后选择它的返回值的一个类型 以后我们就可以再打开它的脚本编辑器以后呢 在这里面输入我们的程序 我们这个程序呢需要给它一个返回的值 需要给它一个返回的值 返回值的类型呢就在这里设 比如说我在这里呢可以输入一些脚本 比如说计算三个数的平均值 或者找出三个数的最大值 找出最大 找出多个数的最小值等等 在这里写 好写完以后呢 它一旦按这个打印按钮 它会在这里面输出 我所脚本里面所计算的这个值 比如说我算的是平均值 它就会把三个数的平均 或者多个数的平均值 输出到这里来 啊 也就是说这是它的第二个作用 变量这种对象 它可以输出 我通过脚本 通过我的程序 注意是C脚本 只有C脚本 通过我的C脚本程序 C程序 计算的一个结果 它的返回值 作为这个变量的值 输出在报表里面 下面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变量是怎么用的 新建一个布局 改一下名字叫BB吧 好 在这里面呢 我添加一个变量 这样一个动态对象 注意是在动态对象变量下面去选择 把它添加到这里来 添加完以后呢 它会弹出这样一个 变量选择的框 假设呢 我随便选择一个变量 随便选 确定 保存 好 假设我这个就这么简单 就一个变量 让它输出alarm这个变量 然后呢 那我再打印作业 设置一下打印作业 还是这个print job 002 我改一下这个布局 改成BB 打印这个BB这个布局OK 好 那我们编辑一下我们的画面 首先呢 我添加一个IOU 显示这个alarm这个 alarm这个变量 保存 然后运行 好 运行引起来以后呢 我改一下这个值 好 把它比如说改成23 然后呢 我点击这个打印报表 保存 好 那因为打了封面 打了封面 封面是空白的 所以这里多出了一页空白页 这个23呢 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打印这个变量的实时值 打印变量的实时值 这是变量 如果我直接选某个变量 它就打印这个变量的实时值出来 好 下面呢 我们用另外一种 用脚本的方式来输出 我在这里再画一个 变量的动态对象 我这里呢 就不连接变量了 不连接实际的变量了 点取消 放在这里吧 然后呢 我改一下它的 打开它的属性 其中属性这里面呢 有个计算 我双击打开计算 双击打开计算呢 它这里面呢 我选择创建新的脚本 然后返回值呢 有三种可选 整形的 长整整形的 浮点数的 还有字符 只有这三种 假设我选的是长整形 确定 确定以后呢 它就弹出了这个 脚本编辑器 注视我不要了删掉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编辑 我们的脚本 编辑我们的脚本 那这里面 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求三个数的平均值 然后平均值呢 就输出到这里面来 这个变量 这个动态对象里面来 我要先定义三个数 V1 V2 V3 还有一个平均值 因为有这三个数 四个数 那其中呢 V1 等于 我看一下有没有见这几个变量 V1 V2 V3 见了 而且是浮点数的 而且是浮点数的 那我就改一下这里 把它改成浮点数类型就好了 双进度浮点数 大家看到这个就变成double了 它的返回类型就变成double 双进度浮点数 刚才是浮点数 刚才是浮点整形的 然后V1 就等于 等于V1 这个实际的变量 把它传递到这个V1 这个V1是脚本内部的一个变量 这个是Vincic的一个内部变量 虽然名字相同 他们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是V2 然后这是V3 然后这是V3 固执了两次 然后呢 平均值等于V V加V2加V3 加个空格好看一点 除以 当然不加空格也行 除以3 然后返回 返回这个平均值 编译没错 然后确定 OK 然后保存 那第一个变量 这个对象呢 关联一个alarm 这个这样一个变量 它输出的是一个alarm的实时值 这个变量的动态对象呢 它没有关联变量 但是呢 它有一个脚本 编辑脚本 有这样一个脚本 这样的脚本 它的作用 是求 这三个数的平均数 加起来除以3 然后返回 这个平均数 也就是这个变量的动态对象的变量 它最终输出的是这个脚本的一个返回值 这个脚本的一个返回值 这个脚本的返回值就是这个AV 1 2 这样一个脚本变量 而且而这个AV1 2呢 又等于V1加V2加V3除以3 就是三个数的平均 好 我们在画面里面编辑一下画面 画面里面呢 做三个IOU 1 2 3 4个IOU 把它固定住 然后呢 变量这里面改一下 这个呢 是V1 这个呢 是V2 这个呢 是V3 我同时想把这个平均值显示在这里面 所以呢 我要再建一个平均值的一个变量 这个平均值的变量 建一个新建变量 叫AV1 2 然后呢 选择 直接输入就行了 AV1 输出类型的 不能让它改 由于这个AV2 只是一个变量 跟其实事实上呢 跟这个V1 V2 V3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在脚本里面呢 我要加一句脚本 这句脚本呢 就是把求得的这个平均值 通过这个函数 把它复到这个实际的AV1 这个变量里面去 再大家看一下 前面呢 是求V1 V2 V3的平均值 然后把平均值求出来以后 通过set type flow 这个函数 把这个平均值放回到AV1 这个实际的变量里面去 然后再返回AV1 注意这个名字虽然相同 但它们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运行一下 给几个数 负个值 好 然后点击打印 好 大家看到这个平均值 已经有了5.4 我们看一下 它打印出来的 那个是不是5.4 是 23这个呢 是实际的实时的值 5.39999 四舍五入以后就5.4 它就是一个平均值 就是一个平均值 5.4 就是一个平均值 这个就是变量 这个对象的两个用法 两个用法 一个呢 是可以直接输出实时值 第二个更为常用的就是通过脚本 通过脚本的返回值来对这个变量进行复制 进行复制 当然脚本我们现在还没讲 我们下一节就开始讲这个脚本 好 那基本对象呢 我们现在就讲完了 基本对象 报表编辑 报表编辑器里面的 这个标准对象下面的 我们就讲完了 静态对象 系统对象很简单 其中动态对象 印拷贝 变量 切入布局 我们都讲过了 ODPC数据库在用户归档里面讲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运行系统这里面的这些对象 事实上呢 这些就是数据源 各种各样的数据源 数据源 矿服务器呢 是空的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矿服务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运行系统 它有这么几种 有这么几种 VCC Along Control 就是那个VCC里面 我们讲报警系统里面的那个空间 报警空间 也是以表格的形式 来把这个一条一条消息输出出来 下面一个VCC函数 趋势空间 我们在讲画面的时候 讲了一个Function Trend 函数趋势 它也是那个空间 就是那个空间 下一个是在线表的空间 我们刚才例子里面讲过了 在线趋势空间 这两个呢 是对于 对应于变量归档的 所以是变量归档 跟我们在变量归档里面 讲的那个表格空间 跟趋势空间是一样的 这个呢 是针对于报警归档 消息归档 下面一个呢 是报警记录运行系统 归档报表 这个名字比较长 但是意思都是 也就是报警记录 也就是报警记录 报警记录里面的归档 就是数据库里面的报表 数据库里面的那些报警记录 报警消息 下面一个叫报警记录运行系统消息报表 同样也就是 也是也是报警 也是消息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下面会看到 最后一个呢 是用户归档 用户归档 我们的用户归档 也可以通过报表的方式 输出出去 一共运行系统就是有这么几种 这些呢 都是针对于运行系内部自己的一些数据员的 都是自己的数据员 那刚才呢 我们也看到 还有什么 这个我刚才讲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用到的话呢 参考一下帮助 参考一下帮助 帮助里面有对它的格式 这个要求的说明 还有例子 也有一个例子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 详细讲这下面这几种 下面这几种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alarm control VinCC的alarm control 它是用于表格的形式输出消息的 事实上呢 它输出的就是我们 画面系统里面的那个VinCC报警的空间 跟它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么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主态输出当前消息列表 也可以输出归档消息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添加一个alarm control 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以后 双击打开它的属性 同样在连接下面有参数分配和动态参数 有这两项 其中的参数分配打开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 在讲报警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是围绕围绕着这个空间来讲 双击这个空间打开就是这个属性 打开的就是这个属性 当然那个属性比起这个属性要复杂一点 这个属性呢 是简化了一些 它没有这么多项 它只有这么四项 常规消息块消息列表的字体 这四项 在常规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设 我们要打印的是 消息列表里面的消息呢 短期归档里面的列表消息呢 还是长期归档的消息 还是锁定列表里面的 还是隐藏列表里面的 还是统计列表里面的消息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对象里面 当我点击打印 按钮 它打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在这里面选 在这里面选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消息列表 这消息列表呢 就是选择我要打印出来显示哪一个消息块 显示哪些信息 一条消息里面的哪些信息 在这里面把它选中了 选过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怎么用 这个alarm control怎么用 举个例子 还是在这个页面里面 把它拖出来 拖出来 Win cc alarm control 把它拖出来 还是这个高度是不影响的 这个高度是不影响的 然后双击试试一下它的连接 首先是参数分配 这里面我们可以选 我要显示的是消息列表里面的消息 还是哪些列表里面的消息 假设我这个选择消息列表 这个消息块 这里没显示权 有了 这是我的这个列表 我要显示什么信息 比如说编号我不显示 显示这个文本 全部都过来 我假设我只选定几个 假设就算三个 日期时间 Win cc消息文本 我要只显示这三个 这三种信息 然后字体呢 就是选这个字体 然后OK 然后保存 保存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当然要把这个消息的空间 要拖出来 alarm control 这个空间要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呢 双击打开的都属性 大家看到这里面的属性呢 跟刚才报表里面的那个空间里面的属性呢 是很类似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里有这里比较多 那里比较少 可以常规里面是一样的 显示什么 打开时候显示什么画面 显示的是消息列表 然后呢 在 消息列表这里面呢 我要选 把它全选 把它全部都显示出来 应用OK 然后保存 保存完以后呢 由于涉及到 这个消息系统 所以呢 我要在计算机 启动那里呢 要把这个消息系统的要打开 要把报警记录运行系统要够上 为了启动的快一点 我把这个变量记录取消掉 不要了 OK 然后我把封面也不显示 封面不显示 保存 变形 啊 由于重新激活过 所以这些内部变量都清零了 然后给他负几个值 啊 这里呢 是一个变量 啊 报警变量 比如说给一个二 啊 他就出来一个标准了 这些报警呢 我之前已经先定义好的一些报警 啊 有给一个三 没有 七 啊 比如说七的话 就有了两条报警出来了 啊 这个 这个视图 当前的视图叫做消息列表 叫做消息列表 这里面只有两条报警 两条消息 但是呢 在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这里有 有个短期归档和长期归档 啊 这里面是数据库里面的 在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 报警 很多消息 不止两条 啊 不止两条 但是当前 在消息列表里面呢 只有两条 当前的只有两条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主态这个 啊 alarm control空间的时候 在选择参数分配的时候 在这里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消息列表 也就是说我打印出来以后显示的是消息列表的内容 并不是整个数据库的内容 啊 这是要注意的 啊 所以呢 然后我们点这个打印按钮 我们点一下 保存 啊 我们看到 它显示的只有两条消息 这两条消息就是当前的这两条消息 当前的这两条消息 假设我要想显示的是 这个归档里面的数据库里面的所有消息 所有消息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改一下 我这里面的参数分配 改成呢 我这里呢 改成短期归档列表 或者长期归档列表 这两个呢 都是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报警 我们假设选择长期归档列表 然后 记得要保存一下 保存完以后呢 我们重新打印 当前只有两条 我们重新打印 大家看 大家看到这里出来就很多了 有很多了 这就是数据库里面的那个消息 长期归档里面的 长期归档里面 长期归档里面的所有消息 这是这样 这个是alarm control这个 空间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alarm control这个表格 我既可以选择 在参数分配里面 我既可以选择 查看的是当前的消息 就选择消息列表 也可以选择数据库里面的消息 甚至于选择这些列表 锁定隐藏统计列表里面的消息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空间 这个参数分配来进行选择的 这种方式叫做alarm control wincc alarm control表格 事实上呢 它跟这个跟在我们画面里面的这个空间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参数没那么多 像这些参数 工具栏的这些就没有了 统计列表保持这些就跟跟报表没关的 这些就没有 这个消息列表消息块 这些还是有的 因为它跟报表是相关的 先确认掉所有的这些消息 那这样就没有了 那这个是wincc alarm control的一些静态参数 一些参数 那下面呢就讲一下它的动态参数 动态参数 那假设呢 我想现在要实现一个功能 由于我这里面基于这种设置底下 基于这种设置底下 它打印的是整一个长期归档 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消息 假设它有1万条就打印1万条 有100条就打印100条 那我想实现一个功能是我要选择一个时间段 我要查看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消息 那我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呢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这个报警空间里面 在这个报警空间里面呢 它有个筛选的一个 一个 对号框 筛选的一个对号框 比如说我要查看 10月1号 到12月1号 这个时间啊 起始时间到结束时间 这个时间范围内的数据 我完全可以在这里面进行筛选 我们打开 比如说打开这个长期归档 然后选择这个 打开选择框 然后在时间这里面选择一个起始 比如说10月1号 起始是10月1号 起始是12月1号 选择确定 那事实上呢 这个时间范围内的所有的消息 它都会帮我筛选出来 假设我只看12月了 比如说11月1号到12月1号 这一个月的确定 那这里面呢 它只显示这两个月的一个数据 我们刚才还有10月份的数据 现在就不显示在这里面 这个功能呢 是这个空间本身具备的一个数据筛选的一个功能 数据筛选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利用它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WinCC Alarm Control 这个报表这个对象里面呢 它有动态参数 我们双击打开它动态参数 这个动态参数呢 只有三个 只有三个 很简单 一个呢 是time base 时间基准 一个呢 是server name 就是服务器名 一个呢 就是这个SQL 过滤的一个SQL的语言 这三个参数允许我们动态化 比如说我这个WinCC整一个系统呢 是服务器客户机结构的 我这个参数 我可以打印某一台服务器的 那个报警信息 那这个服务器名呢 我可以在这里面关联一个变量 在变量里面填入这个服务器名 那就可以打印相应的服务器的 那个消息 那这个过滤呢 SQL呢 就手动的去输入 我自己的一个过滤标准 在我们运行画面里面通过IOU 手动的输入我自己的过滤标准 从而选择 我要看的那些数据 这里怎么用呢 比如说这个我现在想筛选某一段时间的数据 把它筛选出来 把它筛选出来 那这里面呢 连接的变量的类型呢 注意是 不同的这个动态属性 它所关联的那个变量 它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点右上角的这个帮助 这个问号 然后选择这个属性 然后这里面就弹出这个几个属性的一个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sg消息过滤sql 它是属于文本变量类型的 它是属于文本类型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双击以后 弹出这个对象变量选择框 我要选一个文本类型的变量才可以 假设这个我已经建好了 alarm select 它是一个文本变量类型的 确定 那我在运行 vcc运行起来以后 我对这个变量负值 当然这个负值不是随便的给 它是要满足一定的sql语言的一个标准 然后从而 就可以筛选出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些消息出来 那还有其他 像这个server name 它也是文本变量类型 这个时间基准 它是所有类型都可以 它是一个数值 0就是本地时区 1就是服务器时区 2就是这个 3就是这个 只有这三个参数是可以动态化的 假设我这里面 用了这个筛选的这个功能 关联的一个文本变量类型 字符串的类型 alarm select 确定 保存 然后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画一个iOU 这个iOU所连的变量呢 是刚才那个alarm select这个文字符字符串的变量 然后呢字体呢 我改小一点 它是字符串 所以这格式呢 要改成字符串 保存 保存 保存以后呢 我重新运行一下 这里我已经写了一个数进去了 因为这个数怎么来的呢 是一个初始值 是一个初始值 我当时见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个sql语言语句写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larm select 在初始值这里面呢 我已经附了一个值进去了 已经附了值进去了 假设我把它删掉 或者我不要这个初始值 ok 还有这里要改一下 它是一个输入输出类型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空的 它就是空的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数据库 它这个消息有这么多条 最早一条呢 是10月29号 最新一条呢 是12月1号的 有两个大概是 两个月的数据 不到 一个月的数据左右 但是涉及到三个月份 涉及到三个月份 假设呢 我现在想筛选出11月和12月 这两个月的数据 只有10月的 我会不要了 10月这红色这几条 我都不要 10月这些 我不要 只筛选出11月和12月的 那我在这里应该怎么填 按照什么格式来填 它才能输出这个 这里面呢 有个方法 如果我们不太了解这个sql语言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筛选 选择框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选择框里面呢 先把我们的日期先选好 11月 到12月 这两个月的数据 比如说12月30号 这两个月的数据 每天把它选好 选好以后呢 我们看大家看到这下面 这下面 啊 这一部分就是一个 这个选择范围的一个 sql语句我们直接把它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以后把它粘贴到这里面 啊 把它粘贴到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式 daytime 就是日期时间大于等于11月1号零点 并且daytime小于等于12月30号啊 23点59分59秒就这个范围之内 啊 我们选择打印 这个 语句已经传递到哪里呢 已经传递到了给 我们动态分配 传递到了alarm select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又传递给了这个 表格里面的这个 msg filter sql 这个这样一个动态属性里面去了 啊 所以呢 这个 msg filter sql 这个属性已经现在已经有一个值 这个值呢 就是这个 哎 怎么没有了 好 回车 放了回车 已经是这个数了 已经是这个数了 这是字符串 所以呢 当我们进行打印的时候呢 他首先会进行 对这个属性进行查询 有数 符合标准的话 符合规则的话 他就按照这个sql语言 啊 他的筛选规则来进行数据的输出 好 我们进行打印 好 那大家看到数据已经出来了 啊 我们看一下这些数据 啊 没有10月份的数据了啊 11月2号 啊 12月1号啊 就是这两个月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啊 所以呢 这是动态 参数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是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